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哥哥的判断没错 张天行这个人的确很难对付 他今天向我发出警告 告诉我不可以做出任何 伤害柳盈春的行为 请哥哥决定 我们该如何处置柳盈春 张天行虽然难对付 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他对女人用情太深 太专注 又太讲原则 听说张灵海并不喜欢柳盈春 这个未来的弟媳 是 张灵海本来疑心就重 而柳盈春的确是一直想刺杀他 张天行虽然精明 但他的实力 还无法和张灵海抗衡 先留着柳盈春 张氏兄弟的关系 早晚有一天会因为他而决裂 切记 我们一定要站在张灵海这一边 到时候张天行这块绊脚石 一定会有人替我们把它搬开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 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需要等待实际 是叽叽可以等 也可以创造 你再想想还有谁可以利用 马宁儿 情况怎么样 马宁儿已经把 殷孝天和鬼狐都杀了 现在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但凭我对他的了解 他投靠张灵海只是权益之气 他最想得到的 是宝藏 听起来这个马宁儿 倒有点意思 至少比那个殷孝天有价值 你下一步的任务 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拉拢他 让他加入我们 是 你这个办公室真不错 不愧是张大帅的左膀右臂 恭喜你啊 我升了职 你就开始取言服事了 开句玩笑而已吗 何必认真呢 不过 张灵海 可是一个亲手 毁掉你一切的人 你现在为他卖命 为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 享受这些权势 不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之所以能放下 仇恨尾身在这里 不过就是想得到 我最终想要得到的东西罢了 张灵海 是不会完全相信你的 他现在只是牢牢地掌控着你 你现在还是孤身一人 想成大事 很难的 那要怎么办呢 那要怎么样 殷孝天不也控制过我吗 结果呢 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谁 我是说 我可以帮你 你怎么帮我 你怎么帮我 今天晚上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去 去 社长 马宁儿 我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 相信雪莲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只要你能加入我们黑龙会 我向你保证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的身世我已经知道了 对于张灵海而言 你的作用 仅仅是帮他得到龙头杖 除此之外 你还有别的用吗 而张灵海 一向就是打两副牌的人 要对付他 你必须手上也有两副牌 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我早就听说你们黑龙会了 中国这么大 总有我生存的一席之地 所以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话呢不要说得太死 我们大和民族 喜欢和你们汉人做朋友 我可以多给你一些时间 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 可以随时来找我 你可以回答我 我要还能修理 我还能修理 Suite youtube Sweet ところ 我是 干什么 快走 小少 我 是 怎么了 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盈春走了 走了 她还是想着要去刺杀张灵海 我无法说服她 把仇恨放下 我们都看得出 盈春姐她很爱你 所以我觉得她离开 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又何尝没有苦衷呢 只是她到了张天行那边 我就无法再保护她了 我们能有今天很不容易 我怎么可能舍得她离开呢 倘若到最后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那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还有什么意义 不过 当她那么努力地在说服我 要去完成她的目标的时候 我又不得 不尊重她的选择 所以 我很矛盾 很担心 我们有一天 还会面临 胜离死别 别 别担心了 盈春节不会有事的 而且她那么善良 老天爷也会眷顾她的 但愿吧 飘一哥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在乎她的话 就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什么意思 去保护她吧 她需要你 哥哥 马尼尔杀了殷孝天 成了张灵海身边的红人 不过这个人软硬不吃 我已经尝试接触过她 但她拒绝加入我们黑龙会 只要她能为我们所用 没必要一定加入我们 现在张灵海 应该还不太放心的 所以马尼尔 处心几率要表现自己 确实如此 那就送她一份厚礼 找个机会 把柳盈春的真实情况告诉她 相信她会给我们 一想不到的回报 是 哥哥 是 哥哥 将军好 马尼尔 你的军力很不规范 还是免了吧 正好我要找你 请将军指示 自从你出现之后 大帅侵卫队的所有成员 除了雪莲之外 全部丧民 这一点 你作何解释 将军 这只是偶然 或者请将军 亲自去问大帅 属下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 应该是河北正龙县人 对吧 是 把他抬起来 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那我问你 朱可发誓你什么人 是我师父的生前好友 朱飘逸的夫妻 其实早在太极门的时候 我就已经注意到你 只是我实在没想到 你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就把殷孝天曲儿代之 当然了 大帅非要重用你 我无从智慧 但是我要警告你 不管大帅为人如何 以前做过什么 他都是我的亲哥 如果你胆敢 对他图谋不轨的话 我不会让你有好下场的 将军放心 属下一定誓死 效忠大帅跟将军 荣原二心 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还是算了 好自为之倒是真的 从现在开始 集结所有人力 密切监视国书馆 是 去哪儿啊 你有保密啊 来 去哪儿啊 这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怎么样 喜欢吗 我专门为你学的 可是时间太紧了 所以弹得不好 都都不好 不会啊 弹得挺好的 那送你个礼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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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啦 是不是太唐突了 对不起啊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没想到你可能 不太喜欢这样的环境 我向你道歉 不会啊 我很喜欢 真的 好 好 好 飘翼 进来说 不用了 刚才在西餐厅是你吧 是我 我都看见了 我没有多余的话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对他是不是真心的 当然不是真心的 我接近他 永远只有一个目的 杀死张灵海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相信你 早点休息吧 原来是你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跟丽萱 你来这里究竟为了什么 那你又为什么要跟踪我 因为丽萱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不 准确地说 是未婚妻 所以我理应保护她的安全 是 如果她真的是你的未婚妻 那将军保护她是应该的 至于我为什么要跟踪你们 目的和你一样 我只是不想见她 有什么意外 她是你什么人 如果张将军相信她的为人 我可以不回答您这个问题吗 可以啊 谢谢将军 此外 我还要谢谢张将军 上次在陈家沟手下留情 这件事就不用再提了 你所谓的手下留情 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我很明白 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我一定不是陈家沟 诸位武学明家的对手 所以应该说感谢的人 是我 张将军果然胸怀磊落 票意深表佩服 当前军阀混战 您不聊生 我听说张将军的形势为人 和一般军阀都不同 深得百姓信的 我真心地希望 张将军以后 能多做一些立国立民的好事 现在的情况 相信您也知道 很多事情 我做不了主动 但我张天行做事 但求问心无愧 对得起天地良心 就够了 只要张将军能有这份心 就已经胜过无数的军法了 对了 如果没有别的事 那我先告诉你 如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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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趴在这里啊 飘逸哥 你回来了 我给你做顿饭 都凉了 我帮你热一下 不用了 其实 你真的不用为我做饭呢 我不是怕你没吃饭 饿了吗 快吃吧 来 喝水 好 怎么了 我 我做的不好吃吗 没有 做得很好 很好吃 谢谢你这么爱我 我也会好好爱你的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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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喜欢吗 这个窗帘的颜色 和材质 是现在最时髦的 我也特意让采缝 做了一个 现在最流行的款式 你看看喜不喜欢 还有 备照跟床单都是真丝的 刚开始呢 你可能会不太习惯 但是我可以保证 用不了多久 你会喜欢它们的 再有就是 壁纸的颜色跟这些壁画 设计师特意告诉我说 这样的颜色 是现在最流行的搭配 可以让人心情舒缓 心情美好等等之类的 当然了 你仔细看一下 如果有哪些是你 不满意的 不喜欢的 告诉我 我立刻让他们改 不用麻烦了 已经很好了 这边 这张书桌 是特意让你办公的 将来你可以在这里 办公啊 写文章啊 写稿子之类的 如果累了呢 就打开前面的窗户 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缓解一下眼睛的疲劳 还有啊 我还留了一间房间 其实是留给我们未来孩子的 要不要去看一下 天行 你想得真是太周到了 谢谢你 可是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 不会啊 其实我还觉得太慢了 可是你家中的长辈我都还没有正式见过 对对对 你看我这记性 其实说到长辈 其实说到长辈 我父母早就已经过世了 现在唯一的亲人也只有我哥一个人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 正式地拜访一下你大哥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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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 我等一下就去问我哥 他如果同意的话 我立刻通知你好不好 嗯 嗯 就到了吧 也不是很久 嗯 时间和地点 安排好了吗 嗯 下个星期好 地点呢 得意来酒楼 归宾体 好 我会通知刘会长 他会帮我掩护你 你就放下负担 到时候放手一步 不用摘了 既然是演戏 就一直演下去 这场戏 到了那时 就全部落幕了 就让一切恩怨 再次了解 完成任务 我们就可以真正团圆 回到郑龙县 重新开始 对不起 飘忆 我骗了你 我当然希望 能和你一起杀死张明海 可我不能保证 我们都能活着离开 你还要比这更重要的事 你要去完成 我不能连累你 曾经 charities 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 兜兜转转全都是你身影 我的视线与一颗心 被占据 你命之中 多幸运 遇见你 就像奇迹 你真漂亮 用尽我 谢谢 所有殷勤 如果有一天 一双手能把你抱紧 人生才没有遗憾可惜 汤面哪 我离开陈家沟这么久了 就没吃过这么正宗的汤面 我知道啊 只不过 这碗是特意烧给飘逸哥吃的 哦 飘逸哥 飘逸哥 你一心就想着飘逸哥 我这当亲哥的都快成外人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 哼 说什么呢 哥 还不快叫飘逸哥过来吃 好 去叫 去叫 快点儿 飘逸 你在这儿呢 我有一样好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去了就知道了 走 走啊 飘逸啊 这可是如鱼亲自给你做的汤面 你一定要多吃两碗 说什么呢 哥 谢谢 好吃 好吃 周师父 刘师父 刘官长的会议室等你们呢 哦 知道了 我们马上过来 我们先过去 回来再吃吧 好 飘逸哥 你们一定要去刺杀张灵海吗 如鱼 我知道你担心我们 但张灵海这个败类 一定要铲除 你放心吧 就凭我跟飘逸的本事 张灵海 根本伤不到我们一根毫毛的 可以 咱们走 好 飘逸哥 如鱼 有什么话呀 等我们开文会再说 走 我已经派人了解过得意来酒楼 张灵海的确经常去那里 他们有一个贵宾房 专门借贷有头有脸的人物 很快就要行动了 我应该及早准备 到时候我会派一个小分队 在这里先包围酒楼 防止他们逃走 我们带一队人 直接冲进贵宾房 是 直取张灵海的性命 我们的家庭 可以 您不能再找到一个小分队 我还要去围残 我会来吧 我去围残 你也不应该去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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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也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还是决定 早点回陈家沟去陪陪爹 祝你们早日完成使命 回到陈家沟再聚 如雨 这位小姐 您要去哪儿 送我去车站吧 没问题 没 没问题 没问题 来来 这边请 请 这里是什么地方 如雨 如雨 对 如雨人呢 什么 这就走了 这丫头 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太不懂事了 应该没走远 我去追 算了 估计他这会儿 已经在火车站了 但是他一个人回去 我担心他 没事的 不用担心 这光天化日之下 张立海也不敢怎么样 等我明天晚上 杀了张立海 就回陈家公找如愚 这段时间 是我让如愚受一决 我对不起他 我妹妹跟我说过 他留在这里 也是跟你增添负担 你跟柳莹春的关系 他看在眼里 虽然他并不强求什么 但他心里 也一定不好受 他走了也好 等咱们杀了张立海 就没了后顾之忧 他一个人也好静一静 你说呢 陈如愚 我们本来无怨无仇 为什么你非要跟朱飘逸 搅合在一起呢 不过只要你乖乖合作 把朱飘逸下一步的计划告诉我 或许 我还能留你一条生路 你不会找到朴逸疙疙 你放我出去 只要你肯配合我 我保证 你能够安全地离开这里 敬礼 问得怎么样了 大帅 他什么都没说 混账 什么都没说 你是干什么事的 这连你说了算 还是他说了算 马宁儿 用不用我教教你啊 大帅放心 我会让他全盼拖出的 承语 你要是再不说 别怪我无形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你来 我看到 这个小丫头骗子是陈家勾的 是大帅 这小丫头骗子长得还不赖啊 马宁儿 你还没结婚吧 大帅 我 既然没结婚 他长得也不错 不如 把他许配给你吧 为敌无耻 马宁儿也敢等我试试 你放开我 就这么定了 今天就在这儿 把婚领办了 你放开我 怎么着 我看你有点儿不大愿意呀 既然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小丫头骗子 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是 我 你 阿宁儿 要不然你娶了她 要不然我杀了她 你来选 你杀了我吧 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不行 我不能让鲁鱼出事 大帅 感谢大帅今天 把陈鲁鱼许配给我 小的感激不尽 今后 我一定会好好善待她的 你杀了我 马宁儿 你 善待她 马宁儿 既然你们已经结婚了 就应该有夫妻之实 不能光有个名声 马宁儿 你敢碰我一下试试 马宁儿 放开我 不如今天就把这儿 当成你们的洞房 你们俩行夫妻之礼 放开我 放开我 干什么你们 有活吗 放开我 我就不闹了 大帅 放开我 方便接一步说话吗 马宁儿 你放开我 马宁儿 放开我 到我 咱 小的 还 可以 好